缅甸中文网讯,缅甸若开邦密鹏镇警局消息,12月24日时,若开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吴清丹茂,独自一人在家中看电视时,遭人暗杀。 密鹏镇警局直前警官称,我们在吴清丹茂的遗体旁边,发现了子弹壳,子弹从他的右太阳鞋射入,打穿了头部,致其当场死亡。 12月25日时,吴清丹茂的遗体,被宋老尸检后,于12月26日,由党部亲头为其举办葬礼。 我们以杀人暗刑法302条例,进行了立案侦办,正在展开调查。 对于此次暗杀,当局表示,强烈谴责吴清丹茂为民棚镇嘉英岛村人士,原来若开民主党的一名党员,2017年若开民主联盟ALD在准备成立工作时,其退出了若开民主党ALD注册成立时,其为10名成立人之一。 若开民主党员,救护吴清丹茂,被枪杀向官发布车,此次暗杀事件说明,若开帮地区法治及安全非常薄弱,不管是什么人物或组织等,做出此类泛尽天然的恐怖行径,都表示强烈的谴责。 此外,国家政治圈也对此进行了严厉反对和谴责。 吴清丹茂被暗杀前,镇区曾收到警告信据悉,吴清丹茂被删之前,不敌当镇区部分警员及民众,收到了由若开军而发送的带有一发子弹的警告信。 该警告信写道,若开帮内,而在开展民族工作职责及实施有类制定的线路时,特次警告任何人不可进行扰乱阻碍,如扰乱阻碍,我们都将进行坚决回击。 此外,9月份内,若开帮时对镇文革报场地内,一名军方事务安全组成员遭枪杀。 随后,陆航冲突事件后,原有杭镇总务局局长在仰光石对公路遭二杀,这些二杀事件,截至目前都还未破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